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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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众朋友们 我现在的位置是在东海上 这个海风非常的大扑面而来 而且从我们摄像机的镜头里就可以看出来 这个船上非常的摇晃 根本没有办法站稳 我现在乘坐的是奥番一号 正在前往中国海上第一名山 劳山 到过山东青岛旅游的人 大都赞叹青岛很美 青岛美 美在海 也美在山 这山当然是海上名山第一的劳山 山东当地有这样一句话 泰山虽云高 不如东海劳 唐代大师人李白也曾用他 我西东海上 劳山参子侠的诗句 赞美青岛劳山的山光水色 在青岛经常会听人说 来青岛旅游的人 如果不去劳山印游 那将会是一件极大的汉事 既然是海上第一名山 那么游览它的最佳方式当然就是乘船了 在我身后的这一座就是劳山了 这种山与天与水的完美结合 真是眼前一片开阔的景象 当然了 我们今天游览劳山的美景是次要的 最重要的是要带您一起到劳山上 去寻访仙人的足迹 为什么说是仙人的足迹呢 因为从春秋时期开始 就有很多的帝王将相 到劳山上去寻找长生不老药 所以在今天的行程当中 我就要带您一起到劳山上 去揭秘劳山道士的养生之术 据史书记载 秦始皇和汉元明清等历代帝王 都亲自或派人前往劳山 召见封赐劳山道士 历代帝王怎会如此偏爱劳山道士 据说啊 这劳山又被称为神仙之宅 灵异之府 道教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 追求长生成仙 是道教徒的终极目标之一 在劳山上流传着许多 劳山道士修行得以长生甚至成仙的传奇故事 相传 历代帝王之所以垂青劳山 赵剑和封赐劳山道士 大多是冲着劳山道士的长生不老术 成仙术来的 还是没法穿过去 这个呀 要心无杂念才能够穿得过去 看来啊 我这心还是不够近 您可别觉得我这神仕不清了 其实这道墙啊 就是普老先生在聊瞻之意当中 描写的那道 劳山道士穿墙树里头的那道墙了 说这个文道士嘛 是专门研究周一八卦的 占卜的 这边呢就是五道士练穿墙的地方了 说穿墙要具备三个潮建长 第一呀 从小没散过谎 第二 没做坏事 第三呢 心无杂念 就可以穿过去 咱有没有客人会穿墙的 可以表演一下 现场来个现场表演 摔道士穿墙 老山流传着众多的先道传说 其中最为传神的 就是清代大文学家蒲松林 写在聊斋这一中的 《牢山道士》 对于七十年代 以前出生的中国人来说 认识中国有座牢山 牢山道士会先术 恐怕大都得归功于 这部根据蒲松林 同名小说改编的 经典木偶剧 《牢山道士》 牢山道士神通广大 无所不能 广为人知 影响深远 为这座仙山 增添了无限的神秘色彩 王七 你还跪在这干什么 你不是想回家吗 师父 我想学点仙术再走 穿过这堵墙壁 富而上来 我教你咒语 对准墙壁 穿过去 真的穿过来了 真的过来了 再来一下 说起朴老先生描写 这个牢山道士 其实当时还发生了一个故事 这个故事就在这亭子里发生的了 当年朴老先生来到了 这个牢山采风 在写《撩山之意》的时候 这个特别的投入 一写就给写到了深夜 没过一会儿 一个小道士就给朴老先生来倒了一杯茶 朴老先生当时也没太注意 等到他抬起头来的时候呢 小道士已经没影了 只看到了这个小道士的身影 在这个白墙上一晃 当时朴老先生心中一惊 心想 这是我花了眼了 还是这小道士穿墙而过了呢 于是 这牢山道士的灵感 就由此而发了 蒲松陵写牢山道士的用意 是告诉世人 做什么事都要肯吃苦 下功夫 否则将一事无成 那些想投机取巧 不劳而获的人 最终是不可能会有好的结果的 但在蒲松陵笔下的牢山道士 怎会如此法力无边呢 除了他自己在牢山上 突发而来的一些创作灵感外 牢山上有关牢山道士 长生不老术 成仙术的传说 或是历史记载 才是蒲松陵创作的真正根基 他很有灵气 就像当年蒲松陵为什么上了 牢山的先了解之一 这个是由他的道理点 我相信这个 要休闲时间长了 肯定能重现 因为这个地方人皆地灵 秋楚基 然后这些仙人都在这里得道成仙 然后肯定说是 这种地方肯定说是一切皆有可能吧 历史上的牢山道士来头可不小 要从两千多年前的秦皇汉武说起 据记载 先秦两汉时代方仙道 皇老道兴起 方仙术士们入海进山 采药炼丹十分活跃 秦始皇和汉武帝都为求长生不老的仙药 曾御驾亲临牢山一带 还派方氏多次渡海求仙 当时的牢山成了方仙术士的活动中心 隐修炼丹的世外桃源 因为秦始皇想着这个永久的拥有天下 因此他一直想求的长生不老之药 因此听说牢山有隐士 有长生不老之人 而且到这里可以采到仙药 可以获得长生不老之仙术 因此他就特意到老山 秦始皇可能是追求长生不老的第一经典 据说他曾兴师动众的派徐福 带着三千同男同女出东海仙道 寻找长生不老之药 虽然徐福没有给秦始皇找到长生不老药 秦始皇最终没有活到我们现在的这个文明世界 但自秦始皇之后追求长生不老的皇帝道士 以及社会各界人士仍然是前赴后继 人为什么要追求长生不老 长生不老这种意识形态的产生 由社会学家分析 可能源于人对生命尽头的恐惧 和对美好生活的眷恋 但从古至今并没有任何证据证明 哪一个人获得了长生不老数得到长生 就目前的科技发展水平 长生不老仍然是一种脱离了客观现实的奢望 话虽如此 在劳山采访过程中 设置组却意外地发现了一个不争的事实 在劳山上修行的道人大都很长寿 有资料明确记录 从汉代到清朝 年龄超过一百岁的道人就有接近十位之多 而能活到八九十岁的劳山道士那就不胜美举了 在劳山修行的道人虽没有长生 但他们获得了长寿 他们长寿的奥秘究竟是什么呢 因为这地方居山面海 这个山的东边就是浩瀚的大海 那么道家讲采气 可以采日月之精华 道家修炼的风水好地方 据说历代道士在劳山修行能获得长寿 与劳山三大自然环境要素密不可分 这三大要素分别是山 水 气 劳山道士修行的第一要素 山 道士修行的目的是成仙 仙字在古代的写法是 山字上面一个人字 可见古人把仙理解为山上之人 信徒们大多把宫冠建在山顶疾风 半山腰或是崖壁旁 这样便于极木远眺俯瞰繁境 劳山是我国一万八千公里海岸线上 唯一超过千米的山峰 海拔有一千一百三十三米 送立在东海之滨 三面环海 站在劳山上不仅能俯瞰辽阔的大海 更能给予人超市脱俗的感觉 对于修行十分有利 劳山道士修行的第二要素 水 道德经云 上善作水 水利万物而不争 而水是建造公贯和信徒生活 必不可少的环境条件 山因水活 井得水秀 道家把山有水比拟成人有血 山无水不行 人无血不活 而在劳山 有名有姓的河流 就有二十三条之多 山中的溪流更是数不胜数 劳山脚下又三面环海 劳山山与水 山与海的完美结合 造就了道家修行的最佳水环境 要说这劳山是一座仙山啊 那是一点都没错 我们现在来看看我身后的这一棵大树 这么乍一看 您可能看不出什么门道来 现在我跟您说说 这一棵树啊 那可是三树合一 中间的这个非常粗壮的树干呢 是柏树 上头那个直冲云霄 枝叶茂盛的那棵 像是长出心叶来似的 叫做刺丘 而且我们往后转一转 在这个位置 我们还能看出这个粗壮的树干上 插出了一个树干 然后盘旋上去了 这个呀叫做灵霄 真是三树合一 这三树合一呢 象征的是天地人三财合一 所以说来头不小吧 而且这棵树的历史 已经有这2100多年的历史了 咱们这个劳山上的植物呢 都是非常有灵性的 所以来到这里呢 一定要摘一摘它的这个灵气 这样的话就可以健康长寿了 三种不同的植物长在了一起 在植物学里管这种现象叫做复生 在云南的热带雨林中 经常能看到这种植物复生的现象 但通常是复生的植物 会把原来的植物给绞杀了 也就是给缠绕死了 但在劳山 由于山与水 山与海的特殊地理环境 这里不仅拥有非常丰富的植物资源 而且这里的植物具有很强的生命力 活了上千年的参天古树是随处可见 而道士修行的第三要素 气 与生长在劳山上的每一颗植物 都有着密切的关系 我们这么好的植物 这么好的环境 产生了大量的负粒子 负养粒子 这个负养粒子可以说一个生命粒子 按照有关的材料记载 你比方说每立方厘米 如果能达到一千到两千的话 那么这个空气就是相当清新的空气 如果在五千到五万每立方厘米 那么它就可以提高人的免疫能力 提高对疾病的抵抗力 那么在五万以上了 基本上就可以治疗某些疾病了 你想我们北九水的负养粒子 上次我们测的是十三万一 每立方厘米 你看我们太清的海边就是两千七以上 然后我们一般的这个扩野林 都可以达到一千六以上 在劳山上 有十一点二万亩的国家森林公园 森林覆盖率达到了百分之六十四 植被所释放出来的负养离子 以及来自大海中海生植物 所释放出来的氧气 一起汇集到劳山上 都给道士修行提供了一个优良的打击环境 自古相传 道家所练的功夫 是一种吸气土气的功夫 采天地之灵气 通过有意识的引导 运行于人体的经络脏腑 以达易受延年之功效 而这种气不是任何地方都有 也不是随意可采的 需要得实 得地 得法 劳山就是具有这种灵气的气场 劳山成了道士们 采集练功最理想的场所 作神仙 神仙好 自由自在 乐逍遥 对大教来说 没有生死 没有这么多物质的牵绊 牵绊多 所以飞不上去 你叫什么 爱呀 爱之 有 有 云南卫视 旅游新时空 带您走进神仙之宅 灵异之府 劳山 共同解密 劳山长生树的 前世 今生 每一种缺种 它是经过历潮历代 根据当时 它那个武术风格在 蒸和解 我刚才练的那一套 还是以养生为主 以养生为主 它里边结合了 形容流水 有动有静 高柔消极 溃慢结合 这以柔克刚 是怎么体会出来的呢 以柔克刚 是到对方 就是 你可以用一下劲 你猛一下过来 你猛一下过来 这就是以柔 以钢克柔 不是 你过来是高劲 但是我带你的 我带你的是柔劲 因为我这是借力画力 我这是高劲 对对对 劳山的山 水 气 三大自然环境优势 为道人修行 提供了绝佳的外部环境 但要获得健康长寿 只有好的生活环境 是不够的 人体内部的修行 也至关重要 据说 道士打太极拳 就是一种人体内部修行的方法 道教太极拳 源于武当山 为张三丰祖师所创 三丰太极拳 容无数衍生于一体 修炼精 气 神 人身三宝的道家静态功法 其功效是通经活络 强身健体 延年益寿 还能开发人的潜能和智慧 经常推这个动作 会对你的心造气血 尤其是那个 心度心率不齐的人 非常有保证 他是每一个动作 他针对的造福不一样 所以他 总的来说 他是在调整人的这个 五照六福 达到一个和谐 你比如说 你要裂弓裂的好的 在天冷的时候 你不感觉到冷 因为他是自我防御 已经启动了 所以世界潮里有一个气态 没错 难怪我现在穿短袖也不冷 好了师傅 刚才叫了我两道拳 现在呢 我得谢过师傅 对 谢过师傅 在劳山上 据说每个道士 都会一些拳术 他们所练拳法 大都由张三丰的太极拳 演化而来 有传言说 张三丰能活到150岁 就与他每天练习太极拳 有关系 我现在的位置呢 是劳山的滑楼 刚才走过来的时候呢 我听路人跟我讲 在这个滑楼上 有一位非常具有 传奇色彩的女道长 她不仅啊 对这个养生非常有心得 而且还可以帮助附近的居民 排出一些疑难杂症 所以我今天也是慕名而来 我们要到山上去寻找她 道家修行讲的是引修 他们绝不会外露 自己修行的道行 换句话说 谁真要是修炼成了长生树 旁人是不可能知道的 劳山旧时号称 有九宫八冠七十二案之说 在这些优雅静密庙 与建筑之中 究竟有没有隐居着 道行高深的修行者 又有谁能说得清楚呢 尽管是这样 当听说在劳山的华楼宫 有位冷道长是一位名医 而且对养生长寿 很有心得的时候 奢侈组 还是立刻决定去碰碰运气 拜访一下 引修在大山深处的冷道长 这山路还是挺不容易爬的 不过还好 拐过那个弯 差不多就到了 在摄制组还没有跨入华楼宫的时候 就被这悠扬的古琴声给吸引住了 正在弹奏古琴的这位道人 就是我们要寻访的冷道长 听说冷道长弹奏的这张古琴 是他八十年代出家不久后 他的师父赠送的 近三十年冷道长 背着这张琴四处参访 不曾离身 劳山因为这地方是历代成神仙的地方 因为劳山 老百姓说千难万难不离劳山 长寿对道教来说没有生死 他永远活在人的心里 因为有一句话就是说 我们的各位主死他永远活在我们心里 他永远活着他没有死 所以说长寿来说怎么去能够长生 首先第一个首先你放下来 只要你不怕死 你放下来死的观念 你就长生 接受冷道长针灸治疗的是 摄制组的向导李伟 李伟是劳山景区的工作人员 在景区工作已经有15年了 据李伟介绍 他刚到景区的时候就认识冷道长了 冷道长之所以给李伟针灸 就是因为李伟爬山后 感觉到腿脚酸疼的厉害 气喘胃经卵 我扎针就像扎豆腐一样 所以从不念针 一步到位 到位的原始 这个时候扎针的时候 就是我刚才说的 就是体验到了 就是我俩归一到一点 他就是我 我就是他 这个时候是一下合一 所以他马上立马到那些人 他不用说我已经知道 已经到位 就是这种 用语言是无法去表达这种 这种感受 只能说一说 所以说只能让他自己来说 是一种非常麻 这个是吧 这针非常麻 到时候这针有一点痛 是吧 这种感受 向导李伟告诉设置组 冷道长医术高超 附近的很多村民 遇到什么疑难杂症 都会来找他寻医问药 通常冷道长都能药导病除 关于冷道长有什么养生术 长寿的秘诀 李伟了解的不多 但李伟告诉设置组 冷道长的容貌 和他15年前第一次见面时 几乎没有什么变化 冷道长今年54岁了 但整个人的经济神 比以前还要好 哎呀一扎上麻麻的感觉 所以要养生 必须从第一个 首先从这个心身开始 从你的心灵上先进化 走进这个道家讲的 走进自然 是吧 就是道法自然 二二为一 这是一个关键的点 这是从这个点 切入进去之后 用一些这个饮食上 收菜上啊 用一些调整啊 一些做一些运动啊 还有一些打一些拳啊 这些是普助的工作 它主要是活动这个经络 活动这个气血 但真正关键的地方在哪 那就在我们的心态 就像老子说的 丧散弱水 像水一样 心像水一样的瓶颈 那这 你就可以长生了 冷道长修行的华楼宫 位于牢山的华楼山顶 宫以山命名 属全真道华山派 元代太定二年闯见 华楼宫居高临下 视野开阔环境幽静 被道家视为风水宝地 前几年 华楼宫只有冷道长一人 独守在这里 在山上吃的用的 所有生活必需品 都是他自己从山脚下背上来 每周至少爬两趟 从山脚到华楼宫 一般游客要爬四十分钟 冷道长只需二十分钟 现在华楼宫有一位 准备出家的年轻人 与冷道长一起修行 就是眼前这位 正在练功的修行者 他练的武功 说是自己创编的 他来自湖南 大学学的是物理 至于为何要出家不便多问 但他对道家的修行 有自己的见解 为什么很多修道的人 他看不出年龄 道家也不问年龄 因为你问年龄 没有意义 对于广印象论论 他发现的东西就是 时间跟空间 没有任何意义 他能突破这个限制 也就是突破这个三维世界 三维世界是牛顿所建立的 咱们这个宏观世界 而更围观的就是 广印象论论所 他发现的这个 有四维空间 五维空间 而这就是道家人 他以前的 我们所说的上古时代的 古先已经做到的 是这样的 因为他们没有这么多 物质的牵绊 所以他们能做到 而现在人的物质的牵绊太多 所以做不到 因为你牵绊多 所以你飞不上去 你掉下来 就这样的 牢山上不但有长寿的修行者 世世代代生活在这里的山民们 更是以健康和乐长寿而著称 牢山下的若干村庄 都有百岁老人住室 华楼宫的冷道长破利 特许设置组 进入他的寝室 拍摄活了一百五十岁的 张三峰祖师 用来修炼的武功秘籍 这个是二十四个节气 也是月亮的朔旺 这个水非常的清凉 咱们中国的第一瓶矿泉水 就是取自于牢山 我奶奶都九十多岁了 一直还是用这瓶水 我日不漏牙不花 这个天天 你可以吃的长寿 天天吃的是牢山上无污染绿色食品 和东海里最新鲜的海鲜优质蛋白质 我们要到道观的道士的厨房里 安心在那里 手机就发在那 就要坚持下去 你就会觉得冲闲的 冲闲就是有健康稍作 而且可以接近天下无耐性 云南了美事看不够的美 云南了美事先 说不完的美 云南的美是生气的美 云南的美事文 沱默的美事看不够的美 云南的美事说不完的美 云南的美事